黑色机车想执行 但被前方打右转灯的红色骑士挡住 还有这个机车停等驱离 执行右转车得自己先瞧好位置 以免绿灯卡卡发生路口侧撞事故 不过为了降低这类事故发生 运研锁事半新式箭头标写 机车在侧撞肇事故里面 这个侧撞的话占了46.7% 我们希望说右转的汽车尽量靠外侧 拿出改善前后的照片 仔细比较改善前执行右转的箭头画在一起 而改善后箭头则是分开画 根据统计9月事半到现在 降低路口冲突发生率58% 更能明确把机车骑士导引到 执行或转弯的停等区 在标志标线上面的一些规范上面的话 有做一些修改 那这个的话就强制力就会比较高 不过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还在事半单中 新式箭头标线规划在车流量多的区域 而全台目前只有台中市7个路口 高雄市一个 根据统计103年 机车事故就有62,179件 共夺走233条生命 新式箭头标线 平均增加了21%的机车车道 减少路口冲突 但能不能降低事故发生率 与严锁持续观察 预计在一年后扩大实施 感谢观看